有人不相信努力,就有人选择放弃,选择地狱的生活,本来就很舒服,可惜的是,舒服本身就是一种辜负,一不知从何时起,年轻人把对高富帅的追求,转向了肥债的享受。 日带快餐三两个,不辞长座费人,费尽二十无休止,何必多找一个人,活了二十多年,存款为零,朋友为零,恋爱为零,工作做得无精打采,日子过得马马虎虎,睡觉成了人生最矮。 这,是许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,前几天,近二十七岁没有存款紧上了微博热搜,出于感同身收的关系,我点进去了解了一下,却为找到诸多志同当何的朋友,而感到欣慰。 小M姐姐说,她觉得自己越活越回去了,每天都被社交恐惧症威胁,出门时听到楼上邻居关门的声音,立刻缩回门里,等她走过才赶出来,离中午休息还有一个小时,她已经考虑和谁吃饭,从A想到F,最后决定叫外卖,远远见到领导走过来,第一反应是低下头,走另一条回公司的路。 小S哥哥说,她已经母胎单身了26年,感觉会一直单身下去。 小H同学说,她已经毕业快三年了,至今银行卡存款只有三位数,交个房租后直接变零,每天走路省下来的公交费,一顿就吃没了,房价一涨涨十万,工资一涨涨一百,我有一个朋友,他今年才27岁,负债14万, 房大35万,女朋友刚和他分手,我问他,究竟是怎么熬下去的?他说,日子不都是用来将就的吗?过一天算一天吧。 二,中国青年爆发起的一个研究表示,77.1%的年轻人,曾经遭遇过职业倦怠,压力过大,觉得升纤加薪无望,沟通无效,人际交往不足,都遇到种种打击。 我们终于适应了桑桑的生活,如今,桑文化已经取代了佛系,成为挂在大多数年轻人脸上的标签,越来越不合群,认识的熟人有几十个,但真正称得上朋友的只有不到五个,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工作,一个人扛着,越来越多年轻人变成空桥青年, 但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感,不喜欢谈恋爱,去年,真爱网发布了单身者调查报告,47%的年轻人,表示,自己对于婚姻不着急,知名女性于飞鸿也在一个访谈节目上谈言,承认,一个人的日子,比两个人一起生活更舒服,得到很多人的认可,又穷又丧,知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, 发现研究生收入不如卖煎饼,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,物价高涨,生活成本太高,公子染福太小,要许多年轻人都得了又穷又犯的精神癌症,想赚钱,想花钱,却只想当个肥财的快乐人。 周静志在少年足球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,做人如果没有梦想,跟咸鱼有什么分别? 遗憾的是,连咸鱼都想着翻身,年轻人只想吵着。 PART3很多人都说,很多年轻人就像日本的地狱青年,面对不景气的市场,对于物质不再有强烈的欲望,活得越来越佛系,不一样的,明明我国的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,年轻人怎会跌入地狱陷阱中呢? 选择安逸,安逸在舒适区,其实是人知本性,怪不得年轻人,害怕打击,逃避现实,我们只是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。 可是,如果不好好想想怎么改变现状,有可能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。 著名作者李松威说过,逃避问题,只是因为你并不真的了解自己,生命苦短,人生太艰难了, 不如及时行了,选择安逸,不过是因为欲望的代价太大了。 但其实,我们该明白,压力和挫折这东西,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,本来就是出现在人生路上的八角石,选择逃避, 要不过这些八角石,终究会被他们绊倒,只有真正地面对他们,才能真正地解决疑难, 而欲望,是帮助我们劈开这些八角石的冲锋宝剑。 PART 4 如果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,没有钱买好吃的食物,买漂亮的衣服,没有可以一起吐槽,一起说说心里话, 没有人知你冷暖,一直陪伴,一个人孤零零地宅着,你真的愿意这么过吗? 地狱,不是减轻负担,而是增加你内心的负担,生活是自己选择的,过成什么模样,首先你得给自己选择权。 有人说,连周润发都经常坐地铁,打公交,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过低品质的生活呢? 不一样的,周润发不坐公交车的时候,他还能坐劳斯莱斯,还能坐私人飞机,我们能吗? 没有选择权的我们,根本无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,最后的结果大概就是,又穷又丧。 所以,奉劝所有的年轻人一句,我们一定要正视现实,就算现实很困难,起码我们愿意改变,起码我们还有能力改变。 对人生有欲望的人,才能改变人生,活出成功的模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对人生有欲望的人,别忘了按赞哦。